好,接下来进入知觉的第三个特性 叫知觉的主观建构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如果给你一个讯息 如果它是一个零散的 你自己会把它做一个整体性的建构 这叫做知觉主观的建构性 举个例子,请问一下各位这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正三角形,倒三角形 还有三个圆圈,对吗? 你不会看到那个缺乏的部分 比方说,大概很少人会看到说 是三个像那种小精灵的嘴巴会咬这样子 或者你大概也不会看到说 正三角形,倒三角形,其实它是不完整的 那我们人是会把它主观建构起来的 好,像这幅画跟刚刚前面那个小鸟是很类似的 我们会把它主观建构起来 成一幅完整的画这样子 就是你不会看到说,只是蝴蝶,还有花,还有叶子 你会看到,哇,原来它可以变成一个人的脸 这个就叫知觉的主观建构性 好,那知觉的主观建构性还跟错觉会有关系 就是我们在看一些3D立体书的时候 你自己呢,你会去把它主观建构起来 还有另外,下面这张图你看看 诶,你觉得这是一个螺旋吗? 好,这会主观建构哦 然后同时也错觉存在这样子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螺旋? 好,在课堂当中你可以回答我 好,再来 这些水平线都是平行的吗? 或者彼此之间是有角度的呢? 是平行还是有角度的? 再来,数数看呢 有几个黑点 我猜有人看过这个图 好,你觉得是有几个黑点 好,你自己会去主观建构这些图案的 非常有意思的 好,第四个呢 是属于知觉的恒常性 什么叫知觉的恒常性? 就是它不会因为你的看到的东西 或听到的东西而有些改变 比方说大小的恒常性 天空中的飞机和身边的轿车 就是说你看到身边的轿车感觉比较大 天空的飞机感觉很小,对不对? 可是你自己实际上知道 飞机的体积绝对比汽车来的大 第二个叫形状的恒常性 比如说当你面向一扇门的时候 如果将这个门 如果将门从全开到全关闭 你会看到不同形状的门 可是你会知道门的形状 它就是一个长方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好,那另外一个叫做亮度的恒常性 就是你在一个房间里面 如果灯是在中间 角落呢就会比较暗 可是你知道那个亮度 就是这个光线有多亮 它其实具有恒常性 另外一个是颜色的恒常性 这就是属于知诀的恒常性 好,这个问一下各位 你觉得前面的这个鬼 鬼龟跟后面那个鬼龟 哪一个是比较大的呢? 好,因为实际上它们是一样大的 可是因为我们在知觉上是有那种前后的所谓的深度这件事情 所以当它一样大 一样大的时候 放到后面呢 实际上就看起来是会比较大的 好,再来最后一个叫知觉的组织性 我们自己呢是会把东西组织起来的 第一个叫接近法则 好,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接近法则 你会去数1234567这是七条线 还是你会数这是有四组 一组一条线 另外三组是两条线 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 如果彼此接近的时候 观察的人会把相接近的物体看成同一组 这就类似如果我们朋友之间 或者一群一群人之间 你会把一群人 某一个人归带某一群 因为他们常常都走在一起 就是他们有空间上的距离跟接近 第二个叫相似法则 好,所谓的相似法则就是 有多种刺激同时出现的时候呢 如果有相同的特征 你就会把它归类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你就会把它归成是一个十字形的 好,中间是圆圈的部分 那三条线你会把它另外归出来 所以这叫做相似法则 再来封闭法则 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会把它封闭起来 比方说这两个形状 一个T形 一个是菱形 你自己即便它是没有把它完整起来的 你还是会把它完整起来 这个称为叫封闭法则 再来叫简易法则 就是有一些太复杂的东西 你自己会把它简单化 这样子 来,这个图很有意思 请问一下A这个图呢 你会把它分析成B还是C A这个图你会把它分析成B还是C 就是你觉得它是一个三角形 跟一个圆形的组 还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看起来一个圆又有缺 然后另外一个形状 那一般我们会把它直接简化成B这样子 这叫简易法则 再来是连续法则 所谓连续法则呢 就是说你会把一些东西把它串联起来 比如说这个 你会把它串联成一个箭头 你不会在那边数说 有几个圆圈 有几个圆圈 然后往什么方向 有几个圆圈是往什么方向 你直接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连续性的 就是整个会把它组织起来 这是有关知觉的特性的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到所谓的人际知觉的部分 那人际知觉呢 就是使用知觉这个东西 去放到人际上来做使用 就是你怎么去看待人 你怎么透过你知觉的一些特性 来看待人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警察的故事 麻烦你依警有的线索 描述警察 传讯员跟嫌犯的性别跟人格特质 这就是人际知觉的一个例子 好了 警察的故事 这是两个好朋友的故事 一个警察和一个传讯员 他们一整天都在一起 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然后呢 他们相接走进车库 两人的车相距不远 道别后 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车前准备离开 这时有陌生人从角落中出现 手里拿着一把枪 抵着传讯员的下巴 威胁他把钱拿出来 警察听到骚动的声音 整个人静止不动 他只有半秒钟的时间 决定先自保再去求援 还是该留下来冒险 抛弃朋友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他掏出枪来大喊一声 警察 但是嘴巴干涩的像棉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警察 police跟police 拜托的声音几乎一样 抢劫者不为所动 警察的眼睛盯着嫌犯的枪 他吸了一口气 扣下扳机 子弹隔空 穿过嫌犯的心脏 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 不超过两分钟 却花了好几年才解决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你 请问一下 警察 传讯员 还有嫌犯 你觉得他们是男生还是女生 分别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呢 当你听完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的个性是怎样 警察的个性怎样 传讯员的个性怎样 嫌犯的个性怎样 来我们在对别人形成印象 就是那种人具知觉 发生效用的时候 其实时间通常是很短的 他不需要到很长的相处时间 短则30秒你就可以做决定 那长则是几分钟 所以基本上你很快的就会对这些人是有些刻板印象的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请你反思 你是如何判断他们的性别跟个性 因为我们人际知觉通常是已经做了 我们做了一个评价 跟一个分析 跟一个解释 跟判断 而你如何 就是你一定根据一些线索 就像我们之前在谈肢体动作也好 眼球也好 或者潜意识 我们在寻找的是线索 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证据 能够去说服别人 你是这样子做判断的 这要请各位思考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谈什么叫人际知觉 那知觉是透过感觉器官经验世界的历程 所有人际知觉就是你对他人形成判断的历程 那是知觉者被知觉者还有发生知觉的情境等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历程 所以有一个是一个是知觉者一个是被知觉者一个是你另外一个是他人 那同时还有一个情境因素 所以这有三大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一个复杂历程 那人际判断的基础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社会情境跟身份角色 就是说你一定会先用这个情境来判断这个人的一些状态 好就是接触的场合 如果下次在学校 你很容易就知道那是很单纯的 要么就是老师 要么就是学生 好 那同时你会从对方的身份角色 比方说你觉得老师就会有老师什么样子的样子 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老师 那学生呢 或者是在同学里面一个社长的角色 或者是一个系会的会长的角色 那是会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样貌这样子 另外一个是对方的特征 好 所谓的对方特征包括他的外表 他的穿着神情 言行举止 肢体动作就是我们之前看的 所以肢体动作我们在做观察 那是一个线索 一定要放在第一个叫做社会情境跟身份角色 同时来做判断 所以你知道肢体动作 不同的人 不同的一个角色 做出同样的一个肢体动作 比方说是手插在胸部这边 如果是你做跟一个老师做 那个样子有么不同 要传达出来的意思有么不同 所以他一定要搭配到所谓的情境跟身份角色 另外一个就是观察者 你作为一个观察者 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还有你的特质跟所谓的人性观 那基本上这是人际判断的一些基础 我相信各位其实常常做人际判断 而这些一点一点列出来的 只是让你知道说 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 好 再来看一看你自己的人性观 因为这是会影响到你如何去看待一个人 你觉得这个世界 这个人是善还是恶的 可信还不可信 你觉得人是利他还是自利的 你觉得人是独立还是从众的 就他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 还是他就会跟别人在一起的 那第四个 你觉得人是内控还是外控的 就是你觉得他是事在人为就属于内控 外控就是尘事在天 然后你觉得人是相似还是不相似的 最后一个是你觉得人是复杂还是简单的 好这是你的人性观 因为你的人性观一定会影响你去看人的部分 如果你相信人是恶的 好所有人都会从恶的角度来做思考 所以去清楚检视你的人性观 会影响到你的知觉是很重要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印象形成的特性 基本上第一个是有浅到深 你一定会先初步的知道他的一些状态 这样子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够知道一个人的核心特质 或者是他有什么样子一个深刻跟难忘的经验 所以一定是有浅至深 那第二个呢 你一定是根据有限的讯息形成广播的印象 我们的不管是肢体动作或者任何讯息的提供 比方说这一个 一个穿的很会装扮穿的很时髦的人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子 你自己就会开始做猜测 那会装扮这件事情是有限的讯息 会装扮装扮这件事情是他外表呈现出来的穿着 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太爱玩了 家里很有钱 因为他会装扮 你觉得他会体贴 会照顾人吗 或者是你觉得他对流行是很了解的 或者有没有其他 好那如果用我们之前来看 他是不是属于一种视觉型的人 你会不会就很快的用这样有限讯息 然后就开始有一个比较广的印象 好这是有关对人的你如何去做一些判断的部分 谢谢大家